中国军方近年来积极发展军事技术 根据华盛顿邮报掌握到美军外泄的机密文件显示 中国军方预计很快将会部署无争霸超音速高空侦察无人机 飞行速度是音速三倍以上 将大幅增强中国的征搜战力 不过对此美国国防部不愿评论 而中国国防部则是没有回应华游的询问 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台湾周边军事动作日渐增加 也让外界对于北京武力犯台的担忧跟着提高 而在另外一处全球地缘政治高风险区的俄乌战场上 不论是乌军还是俄军 双方的重型坦克都因为炮火猛轰受到严重损伤 外界也开始出现质疑 在如今飞弹系统技术完备的环境之下 是否还有必要打造大型坦克部队 先前外媒CNBC就分析了随着军事重心的转移 美军现在是把他们的海外军事重心移往到印太地区 以往常见的M1爱布兰主力战车 可能将不见得派得上用场 对于坦克部队的功能以及需求 也可能会做出转变 小型的坦克或是带有坦克炮的小型装甲车 会比大型坦克来得更加有力 因此如何运用小型的坦克 并且研发出新一代的坦克部队 将会是美军未来战车的发展方向 洞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